来看看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上午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举行了例行会议讨论什么 讨论五倍券 政院发言人罗炳成 他在会议之后 转述了他说蔡总统 要行政院要参考 过去三倍券的经验 跟做法细节的部分 会再来检讨处理 来研究五倍券的计划 我们来看了 其实如果延续去年 三倍券这样的做法的模式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 去年还记得吗 当时你拿到这个三倍券 学杂费跟补习费 是可以使用的 你看勾勾 学杂费补习费可以用 但问题来了 如果你还要吃个摊商小吃 是也可以用 实体店面也可以用 但这次也可能会纳入 外送平台吗 会纳入范畴 也就是所谓的定商 也可能会在讨论 有可能可以使用 五倍券的白名单 但行政规费包括了水电费 劳健保 还有这个罚单 就不能够用了 其实这一回很多民众就说 大家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不见得是赶快拿到钱 会先拿去做消费 可能是赶快来维持 这个基本的民生所需 为什么水电费 缴税 是不能用呢 房租呢 等等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钱 应该是要让大家 可以随心所欲的 赶快来救急 正常准备发这个五倍券 高雄现在加码 加到六倍多了一千元 台北市会不会跟进呢 政院现在硬推的五倍券 不听名义 就是要发现金 柯文哲就痛批了 政院你坚持推五倍券 他怒轰 他会先开放宁下厌室 就是因为看到呢 内需型的服务业的 扎户人口 大概有六百万 他们要的就是现金 现金啊 因为没有收入 要怎么缴水电费 柯文哲更怒轰 现在连大家吃饭 都有问题了 还要马上做产业振兴 真的是脑子坏掉 我当时去零下业的时候 他已经五十天没有收入了 所以大概占台湾三百万 这种叫内需型服务业 三百万人口 他的家务人口 大概占六百万 这些人在这一波 比去年还惨 所以这些人 他根本要的是现金 他要纾困 因为他根本没有收入 所以你就是钱给他 他要这个钱去缴水电费 缴学会 缴他的生活费 这是纾困 是最大争议 所以为什么在立法院 那些立法委员反映民意 很多很多不管 即使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很多都主张花现金 去年我急难救助 花一千两百万 今年一到七月 已经花掉一点六亿了 十三倍 十三倍 所以纾困振兴转型 这也许 但是这样 很多数字是中央才有 到现在为止 对台湾 最底层的人民 到底纾困够了没有 他连吃饭都有问题 你还跟他讲什么产业振兴 这不是笑话吗 还有一点 在这一刻你知道 说马上要做产业振兴 这也是阿达马功夫力 因为这个时机就不对 时机就不对 来看的是前章话 县长卓博元也提出了 你看他说 蔡政府你应该要解决 没有办法找零的问题 印制这个五十元 小一点的 还有百元的小面额的券 比较方便啊 而且使用的期限 应该要放宽到三年 也不应该限制使用的范围 针对苏政长卓坚持就是要发券 等同还说这个券就是等同现金 但根本就是用起来就是不一样 理由是怕人民存起来不花 不过真的人民会存起来不花吗 来看看前总统马英九 他就直接突破盲场 他说这个时候 钱都不够弄了 谁还有心情在这边存钱 而赵绍康也认为 台湾现在需要的是纾困 不是振兴 蔡政府你硬要发五倍券 根本就是只想买票 希望政府能够了解民间疾苦 虽然蔡总统一直没有穷过 那苏称昌院长 他之前家里失窃了一百多万的现金 他也不见得多心疼 但是希望他们能够了解 民间辛苦的人的确是非常多 那现在首要之物就是要纾困 大家急着要现金 我们要呼吁政府应该要站在人民的本位 来思考发现金的问题 不要站在官僚主义 来做一个忘记民间疾苦的作为 我们要再次的呼吁民众要的是现金 那我们要呼吁赖清德副总统还有潘孟安县长 他们之前媒体上都表示 在发消费券的时候 他们口口声声都是要现金 现在发现金当年他们的诉求 这些理由都是还存在的 他们应该也出来 来大力的呼吁政府 人民需要的是现金 很多人活不下去了 现金才能够救急救困 那现在行政院如果一意孤行 非得要五倍券 那我帮大家想到一个 可以解决当前困境的方法 也就是说在时程方面呢 我们不要让它太短 半年就结束 至少可以延长到三年 为什么我也会提到延长到三年呢 因为这个疫情随时可能会发生 那在疫情现在还是很严峻的时候 大家不见得会在短期之内去消费 所以应该把这个孝期延长到三年 好来关心你看侯钱良就说 发现金就简单又方便 到底是要印什么券 爱情鸟也在我们的子评 中间新闻的子评说 又不是多少钱 为什么要这样刁难呢 这一回行政院长苏贞昌 也向总统参议文报告了 五倍券的措施 但就连自家立委都不挺 他们忍不住要替人民来发声 要求发现金啦 发现金才能救急 疫情严重冲击经济 五倍券还得你要先掏腰包 先花一千元去买券 又不是五万元 怎么还会存起来呢 来听一下民进党立委他们怎么说 这样子的消费 其实都是给有钱有闲的人 包括餐饮 包括旅游 观光等这些产业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 是连生活都过不下去 他们急需现金来纾困 很多人在这一次的纾困 是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 你要求他拿出闲钱来消费 对他来讲根本是原木求鱼 也是原水救不了近乎 所以我也希望说行政院能够苦名所苦 这个振兴券真的离人民太远 也跟人民的生活脱节 能够赶快演你发现金的方式 来帮助这些真的需要帮助的 需要纾困的人 因为这段时间 大家都没有什么贪心 坚持就败了 大家都想说现金 好方便好用 以前也没说我说 跟我们有一个族群 就跟他们讲 意见跟他们讲 每次都是这样 就是说要讨论 可是没讨论 他就说出来了 很多事 因为大家说不要发倦 真的不要发倦 很多事 因为大家 其实今年 比去年大家 越难了 真的 真的生活上 大家都坚持都做不好 像我们的支付疫苗 我们的支付疫苗 是怎样 是怎样 一定要这样 人家在做修行理 也说一句 大家会缺五千块钱 大家也会五千块去买 大家又没有钱 要缺三千 还没有钱 还要报告 他当时说 报告到 他是要去 总统说他要做这样 不是要去改变 我的感觉 有的在电影 大家 小电影 不买 买乡亲 小电影 离买买 你们是当印好 怎样怎样 是我们的 很难听 这个时代 心理上 真的很难过 修会的关系 所以我们比较没有机会 跟行政院面对面的 来进行讨论 但是都是透过党团的群组 可以做一些充分意见的沟通 那我们认为这一次 当然非常多的民意 有提到说 是不是应该发放现金 那我们也能理解 行政机关 担心发放现金 那他没有办法刺激 立刻消费的这样一个情形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 因为疫情比去年 严重很多 所以如果真的是发现 五倍券的话 它的取得 以及它的使用上面 一定要有非常大的便利性 跟诱因 才能够降低大家 因为没有拿到现金 所产生的感觉到 不便利感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 把这五倍券 越能够有现金的意义 越能够 做充分的便利的取得 以及使用 我想才会去符合民意的期待 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在今天上午 向总统报告 五倍券实施的措施 不过他坚持发劝 现在引爆民怨 总统蔡英文 在下午的 民运党中职会中强调 参考去年振兴方案 但拜托在定案前 要做好沟通工作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守住疫情才能加速 后续的振兴 去年我们推出三倍券 得到不错的振兴成效 尤其是带动了 内需消费的伟温 今年的疫情冲击更大 振兴是我们 未来几个月工作的重点 行政院会参考去年的经验 提出振兴方案 我也特别拜托 我们的行政院在定案前 一定要做好沟通的工作 也希望大家持续提供意见 我们一起来把振兴的工作做好 新冠肺炎一起降温 政院这样推出了五倍券 最快八月底 就会对外来公布细节 不过告诉大家 其实今年状况大不同 疫情严重充击了经济 很多地方现在都反映生活 根本活不下去 到底要如何振兴呢 民党立委呢 也各自有不同的解读跟意见 除了土征发现金 也有认知 如果最后真的决定要发券 绝对不能让人民拿一千元来兑换 来听他们怎么说 因为疫情严重 而且要避免二次的一个感染或群聚 所以就不要让人民拿一千块 去挖五千块 所以这个振兴券 就不用说三个一百一百 就是说直接发给人民 然后为了要让实体店面可以得到帮忙 对实体店面就是说真的那些收货的 那些牙齐啊 是说那些甘马店的啦 所以这个要做卷面额也要小 拿那个钱这样进进出出 对国库来讲完全没有影响 反而有可能增加所谓的行政成本 那第二个如果说非中低收入户他又有现金压力的话 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所以与其这样子 倒不如就不要再拿一千元出来增加现金流的压力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把纾困跟振兴混为一谈 不过一般民众恐怕不太领情啦 一般的民众可能最直接就认为说 那你就发现金就好了 干嘛那么繁文辱节 那错误那么多还要印那个振兴券 而且还要拿一千块钱去换五倍 我觉得可能都会造成民众在这个政策思考上 造成他们的困扰 看得出来民意恐怕也不是完全的支持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行政院当有政策的考量 那行政院在决定了一个政策之后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不厌其反的 跟所有的民众沟通清楚 我觉得沟通是最好的政策管道 那这段时间大概也都在了解党团之间 还有民意的取向 可能会做最终的拍板 好现在很多民众都在问 开始质疑 为什么政府你这么坚持要发券呢 不发现金不是更好吗 来看一下最新的民意调 先上来看是呢 国政基金会66.1%的民众支持发现金 另外呢 这个来看的民众新闻网 82.3%高达了八成民众支持破发现金 还有呢 这友台的新闻网 民调也甚至高达了9成3 都支持直接发现金 台经验研究员邱达身就分析 政府为了达到纾困又有振兴双重效益 比起发现金流通信更发券才有振兴 政府的部分呢 政府认为说既然要动用一笔预算 那他当然希望说这笔预算的动用呢 能够达到多重的效益 那我们知道现金当然是他的流动性很高 那他最主要目的就是纾困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受到冲击的这些 比如说像一些商家啦 民众啊等等 那可能本身甚至有负债 或现在是失业情况 那能够获得现金 当然会有救急的效果 但是振兴院的话呢 在政府的立场呢 他比较能够延伸出所谓的陈述效果 那这个是现金比较没有做到的部分 民众的话啦 会有流动性偏好 那如果说是执政者的话呢 他会希望呢 能够一方面纾困 一方面又振兴经济表现 为什么因为等到这个疫情过后 一般的社会大众 包括这个媒体 包括柜台 在总结他这次的表现之后呢 他当然希望留下好的成绩啊 我如果是民众 我当然是就像一样 我如果去你们那里录节目的话 你们发支票给我 还是发现金 我当然是选现金 就是流动性比较高的 我会有偏好 但是呢 如果说现在我被政府找去设计一个方案 然后能够让他的执政成果呢 看起来这个数据是好看的 那我当然就是会认为说是振兴券比较好 有更高话 欢迎您接下来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不过我们最后一则新闻 先带你来关心了台中立德里长江和树表示 发振兴券不如发现金 振兴券只能使用一次 根本就是制造垃圾浪费钱 民党政府呢不听民意 傲慢政府让人非常担心 之前的三倍券之乱还不够吗 这些都是你我纳税人钱 孙山桑你当时啊 在守护疫情的时候 你都常常说了一句话 有政府你放心 我现在跟你说 有政府我们非常的担心 也觉得恶心了 为什么 因为你依而再再而三没有办法来解决 我们百姓的问题 现在不是振兴的时候 振兴的时候你用在年底我能接受 因为疫情已经都稳定了 我们希望这个经济来祈福 这个我绝对支持 我也不会给你买 你要怎么去硬费的辅助 也没关系 因为要振兴嘛 到底有数字出来 真的就有效应 这是我们支持的 但是你选择在这个时候 有没有疫苗的时候 恐慌的时候 你说没关系 出去不用烦恼 正常你两个月关起来都假的嘛 不要让我们觉得说 现在没有民意 你们说怎么样就要怎么样 我们真的无责嘛 台湾是民主国家 你跟共产人有什么不一樣 是一千换五千 对 一千换三千 对 可是阿公阿嬷他才不知道 你说他不满不 他很满的 他比你满 有什么 因为他知道你骗 你做成八岁 跟店家做成五岁 一千块可以买三八 这是政府说的 政府说的 店家说的你找政府而已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荒谬 把你命令 如果没有好 不要插你了 你就坚持要这样做 因为难关系 我这几月的决定就好了 你又无可奈何 我觉得说真的 还是那句话 不要把我们辛苦的钱 你要负债止还 后一代的事实要行 因为你做官 腰上做完 你不要把腰上拨拨拨 我去跑了 插手你负债了 这是我们百姓 对台湾政府目前的看法 你要把他开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政府的钱 让你开免贏 以前人家说 你开国民党的 才让你开国民进党的 这都不是啦 这都不是他们的钱啦 这是台湾人的 落税免的钱啦 你这开开后面 你要行的啦 我 你说